就像遭到突鹰无预警袭击 台积电的10号盘中传出被苹果抽订单 冲击股价一度大跌5% 我们今天的股价跌幅非常的剧烈 外面在传说我们16奈米不顺利 而且有掉单的情况 那我们当然就觉得可能应该要做一个声明 不但重大讯息传出董事长张忠谋 也大动作跳出来驳斥谣言 还马上用财报反击 台积电7月营收809亿 比6月增加35% 创单月历史新高 股王大力光也曾经中枪 遭股市秃鹰利用通讯软体 散播下修营收的谣言 冲击当天股价跌停板 虽然谣言不断 但同样是苹果供应链 合硕依旧不看淡 比预期少一点点 少100多万只 我想这个在我来看应该还算正常吧 大多数的制程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今年应该会蛮顺利 直播飞瓶阵营似乎更辛苦 宏达店第三季猜测大亏冲击 再度重挫将近跌停 跌到57.5元再创新低 外资最悲观下探45元 食品股王品虽然换了经营团队 仍旧获利腰斩 每股仅赚3.15元 跌到225.5元新低 丢了观光股王宝座 台湾的所有的这个出口业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那加上之前包括说像台积电 甚至说像这个很多这个重量级的电子股的法缩会 都说到第三季的营收不会太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内外的经济都不好 然后个别产业也不好的状况之下 就目前公布的这个7月营收 都比去年同期要糟 7月营收淡季加上利空消息撼动股价 短期间要回温恐怕难度不小 东森财经书综合报道